再看到民进党及花联市民代表谢豪杰 也在家人的陪同下正式完成登记 加入花联市长的选战 他表示新世代不应该再受到政党的束缚 因此他会跳脱传统的思维框架 以跨政党跨世代的创新思维 来争取选民的认同与支持 让大家知道他是花联市民的市长 而非任何一个政党的市长 看好花联 谢豪杰 叫叫叫 9月1号上午 民进党及花联市民代表谢豪杰 在家人的陪同之下被托所需文件 前往花联市公所正式完成登记 加入市长选战 他表示虽然花联常年都是蓝大于绿 是相对艰难的选区 但新世代不应再受政党束缚 因此他会跳脱传统思维框架 以跨政党跨世代的创新思维 来争取选民的认同与支持 毕竟卫市长任内他很多建设都是 大家有目共同的 那我相信也会把它的所有的建设 不会停摆一定会延续下去 那我的证件部分 我提出十大项的证件 为花联注入更多的新鲜的东西也好 还是说原本就有的 我们再升级 登记完之后 在下一步就说 现在现阶段 信总都在筹划中 那下一步就是朝我的证件 开始去跟所有的市民好朋友 让更多的人知道豪杰 谢豪杰是谁 让更多人知道谢豪杰是要做花联市全体市民好朋友的市长 而不是任何一个政党的市长 谢豪杰已看好花联作为参选口号 并提出创新永续 活力市政 情子共荣 乐活友善 扶老稀佑 安全适性 数位便捷文化传承 运动城市 文创链接等十大政见 至于有人质疑他没有行政经验 他则指出 市政运作并非一人就能胜任 而是团队合作的默契 因此他将会适才适用 让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自信 发挥所长 携手为花联市不画远景 记者徐立琴华联市报导